大多数女性都有母性的那一面 她们心中有着对萌抱的渴望与幻想 她们会想到孩子健康的体质 英俊美丽的外表 也会想到孩子甜蜜的呼唤与撒娇 以此收获爆棚的幸福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为了孩子不惜付出一切的罗俏伦 罗俏伦是台湾知名女艺人 相貌端正 气质卓越 和姐姐罗玉伦都是同心出道 罗俏伦曾是台湾经典八点党中出演重要角色 凭借竞争演技而被大众熟知 接着在其他影视剧中也展现了不俗的实力 在台湾有着不小的粉丝群体 罗俏伦1982年6月7日出生于台北市台湾女演员 2012年凭借出演民事八点党风水世家中 杨采云一角以炮而红 并被内地观众熟知喜爱 她的代表作品有 《鸟莱伯》与十三宜 《我一定要成功》等 她演出过三粒戏说台湾的单元剧与民事八点党 其中南方奥金妈祖阿密土佛碑 单元是她反派角色代表作 此外她也参与了台湾好戏《雨夜花》 此前有消息称 也按罗巧伦和名模黄佩玲 人手打造Perfect Place完美世界 谈到创业心理路程 罗巧伦坦承过去家里不好过 所以自己一懂事就开始办公办读 不靠家里 据自由时报报道 罗巧伦表示自己从小就帮家里还债 打过各种工 洗碗卖面包都做过 更透露小时候弟弟发烧生病 家里为筹医药费忙得焦头烂额 但造起全家人的钱 零钱全部倒出来竟然补到一百块 后来为了出演坏女人 罗巧伦压压爆棚 本来最爱哭的他赢拍戏爆秀 他说我竟巨组50公斤 现在掉到42公斤 锁骨都跑出来了 压力太大了 一旁王瞳心疼的说 那我帮你洗碗好了 罗巧伦常走在路上就不禁悲宠中来 蹬在地上就哭 引起路人注目 不过他也坦言 最苦的时候已经过了 罗巧伦演过 《写说台湾甘位人生》 《一家案》等戏剧 是观众眼中的熟面孔 说起出道历程 罗巧伦坦言刚出道时 确实困境连连 最久有两年没有工作 完全没有收入 他还自数摆过地摊 做出唱歌 虽然钱很少 但勉强能呼口 直到演出八点到 这才开始觉得手头比较宽裕 曾想过要放弃 但自问 放弃演艺录 你要干嘛 这才又让他自己 待在演艺圈找机会 罗巧伦表示 二十几岁出道的时候 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一年多快两年没有工作 没收入就算了还要缴钱 直到演出八点当 才稍微有存到钱 到了28岁时 罗巧伦的生活才有所好转 这七八年间 罗巧伦想过放弃 心想干脆到外面 当上班族好了 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应征什么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什么 好最坚持住的他 出演八点当《恶女爆红》 这也让他在30岁时 已买下人生中 第一间位于湖区的房子 只是现在八年过去 他笑说 我房贷还没有缴完 快找我演戏呀 想来他说这话也并不夸张 毕竟他当年花1900万 才买下位于内湖的 两房一厅豪宅 并透露 还真的是豪宅 我现在一个月房贷6万 今年他想要卖掉这套房子 买大一点的新房 有试着卖别人最高出 以前700万 我现在赔200万 都还没有加9年来 本金加利息 根本划不来 就是在放着咯 而说起理财 罗乔伦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玩股票 有危险性的我不要 他笑说自己是原始人 到了这两年 才有提款卡和信用卡 更别说网络银行了 你可能无法想象 我是汇钱或者转账 都要跑去银行的人 最后罗乔伦表示 我还是有房贷 已经快三年没戏拍的 他喊话 还是想要拍八点档 我不反对 眼坏女人 而且专心眼坏人 可以被看见 为什么不 至于网民的留言 罗乔伦则只是觉得无感 骂我 我也不知道 人反派承受压力 不会太多 聊起先跌断的感情状态 他表示 自己已经是单身两三年 上一段恋情的男友 是全外人 对方打自己六岁 两人交往近六年 一度谈婚论嫁 只不过对方是独子 加上他补孕的关系 最后他不敌压力 只能主动提分手 他透露 自己只有一年没避孕 但都没有怀孕 所以便归类为了补孕 我去看西医都确诊正常 也通过舒兰管 看遍各大中医 调身体 但就是无法怀孕 如今 他前男友 还是会互相联络的好朋友 他也不避讳 他因自己还是想要生小孩 他目前择偶的标准 除了希望对方孝顺 爱护动物之外 还得不是独子 在为何前男分手前 两层度过一个 让他记忆深刻的情人节 他说五年前 彼此一起去澳门旅行 那是自己第一次 跟男友一起出国 想两口四处逛街 吃饭 看似没什么特别 只不过因为彼此都忙于工作 因此觉得相处的时间 特别珍贵 男方送上名牌手表 当情人节大礼 让他笑颜 这是我此生 收过最贵的情人节礼物 目前单身的他也透露 舅舅有在帮忙安排相亲 对方是大陆人 罗巧伦为了能够成功怀孕 想尽了办法 在一年里做了四次动弯手术 扎了八十次针 不断抽细检查 历经种种磨难 实在是叫人心疼不已 而让他难以生育的原因 竟然是揽巢早衰疾病 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样的病 这令他很是崩溃 当时只有三十多岁 并且未婚的他 被诊断出身体的生育能力 和五十岁没差 并且医生告诉他 他在四十一岁时 可能就要面临停经 直到这个不幸的消息 罗巧伦泪流满面 询问医生是否还有救 最后在医生的建议下 开始进行治疗 紧急动卵 我以为把外表样貌维持好 就代表卵巢子宫状态会很好 罗巧伦两年前的这个想法 实在过于幼稚 以至于他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20年 罗巧伦一直精心调养身体 改善自己的公憾体质 医生说 我的子宫太冷了 这样怎么猪宝宝 除了自己调养外 罗巧伦连做四次动卵手术 最后终于处出十二颗卵子 这个时候的罗巧伦 甚至自己的身体 已经无法承担生子的重担 便计划肥荣美国 找个合适的代理育母 但这需要极为昂贵的开销 导致他倍感压力 罗巧伦一直想要自己体验 怀孕的整个过程 但如今实际情况不允许 为了原自己当妈妈的梦想 罗巧伦开始不走寻常路 不禁考虑借父生子 甚至还想与自己的男经纪人假结婚 谁料遭到了经纪人的无情拒绝 在经纪人这里碰了笔 罗巧伦又开始四处相亲 希望自己能够赶紧布鲁婚姻的殿堂 为孩子找到好的爸爸 然而心虚秘秘秘还是无果 罗巧伦有些丧气表示 我已经降低标准很多了 丧偶离过婚的都无所谓 但还是没有遇到 医生又建议他最好在小鲜肉中寻找孩子爸爸 越年轻他的怀孕机率越高 然而在姐弟弟面前 罗巧伦还是有些害怕 这点我还在想 想的是十年后 我怕外遇 怕男人对不起我 我知道自己在意的点很怪 还没发生的事 何必想这么多 但我总想未雨绸缪 近期正逢他生日 除了拍摄中的黄金岁月剧主 给予了惊喜外 他还参演了亲朋好友为他办的亲生派对 他许愿希望自己将来能有机会生小孩 好友江俊翰立刻跳出来 愿助一臂之力 笑称 若罗巧伦有幸运找他当孩子的爸 我问过我妈 他说他再开心不过了 引来罗巧伦回应 帮我跟你妈妈说 谢谢他的支持 可见两人交情不在话下 张俊翰感性祝福闺蜜罗巧伦 直呼在对方三十字头时就认识 合作拍风水世家时 他还曾对罗巧伦说 你哦 一定要演坏女人 你演坏女人 一定红 后来罗巧伦陆续在大时代 黄金岁月中扮演恶女 表现亮眼 张俊翰便说 很开心你在十年后的黄金岁月里 实现了我的预言 张俊翰赞他是最棒的朋友 最关心自己的另一家人 一路看好友努力成长 除了开心外 更为对方感到骄傲 我选在好友生日隔天才发文 张俊翰表示 这是因为 想在你的另一个人生阶段的 一开始当你第一个啦啦队 加油 你很棒 真的很棒 身为好友 张俊翰也知 罗巧伦这两年未约妈咪梦 一直在打牌卵针 吃尽苦头 近期 罗巧伦在新剧中也是饰演坏女人 演技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中有一幕 是苗珊在王燦饰演的丈夫 俊森的生日派对上 揭发他跟罗巧伦饰演 闺蜜血情的不伦恋 完美饰演大老婆反击的苗珍 说这一场戏真的是大快人心 只是要跟初恋俊森离婚 心里还是无畏杂产 在剧中被击穿不伦恋的 罗巧伦表示 拍摄那一天 心情笑得雨霄飞车一样 景显万分 尤其自要被推 被扯头发 最后一度无力到 推不开对方 这样罗巧伦累到喊话 以后不要演小三太惨了 饰演家家妈妈的陈穗芬 一发现女儿被判的人像 立刻大省上身 开始在雪形身上 骑马打仗还扯头发 陈穗芬表示 这一场戏排完回家 她一直念经说要好好消业障 因为自己竟然把弱女子 罗巧伦打趴在地 还骑在她身上 此外罗穗芬还表示 罗巧伦体重很轻 所以一推她的时候 罗巧伦很容易被推走 自己还要像泼妇一样将水 及瓜子扫在她的脸上 让她满脸全是兜花 狼狈不堪 女女吵架的戏 拍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让人气喘吁吁 当导演喊咖的时候 陈穗芬忍不住红烂眼眶 上前抱住罗巧伦 说辛苦了 罗巧伦拍戏非常敬业 她曾尝试过连续拍摄 48个小时不睡觉 直到她发现自己身体健康 出现状况 才放缓了工作的脚步 几年前 罗巧伦发现自己长了三公分的子宫肌瘤 有时候会痛到无法正常行走 不过罗巧伦也解释 自己报受之后看过中医和西医 她的癌症指数还算正常 只是需要好好的调养身体 现如今 罗巧伦依然没有找到感情的归宿 因此她希望自己能早日找到 结婚生子的对象 因为对生育问题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虽然罗巧伦考虑过领养孩子 但由于她没有结婚 领养上存在困难 事实上 人生并不是一定要孩子才完整 如果实在无法怀孕 罗巧伦可以选择重拾自己 让自己的未来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